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PUA学 让他精彩的闪闪发光 但再来研究研究他的表演型人格 表演型人格在伊能静这里的具象化表现 就是说对同一件事情可刮赞可扁踩 夸赞取决于他某个时间最需要什么 浪姐播的正天下无敌的时候 有粉丝夸伊能静拉踩宁静 还吐槽他镜头少 伊能静虽然没有提这个拉踩的问题 但是回了一句 自己后面可抢劲了 还有粉丝说在芒果看了节目 结果呢 伊能静回复里边又拉踩芒果 说不想要勉强这个粉丝下载APP 节目没上位是直接在地方台播出的 如果说再没有网络播放APP 那观众看鬼啊 这几波高能拉踩回复 把这个伊能静给整翻车了 转头伊能静录制了一段视频解释 说这是最好的闺蜜用他的口吻回的 与他无瓜 但是处于几十年的交情我不能责怪他 可是这段视频录的就是他和闺蜜十分钟的谈话 视频的前半部分都在疯狂的责怪闺蜜 撇嘴咬牙的 后半部分说宝贝我没有怪你 他为了演绎姐妹情深 Kendy我从小就闻粥粥的 你从小就是机车的 我在台湾超红的 你还要打扮成我的样子去躲媒体 他一个人对着手机演了四部小时代 还是这个闺蜜Kendy 伊能静之前把他写进了自己的电影 他身材好恋爱多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男人疼 而我保守恋爱少 所以男人爱更尴尬的是 视频的结尾有个背景音 工作人员说又超过了十分钟了 伊能静回他说没关系 明摆着热了好几遍的稿子 还没有去剪辑掉金马奖签他的那个影后 赶紧颁发给他吧 以为这就很抓马了吗 不不不 伊能静的能力远远不止如此 他刚刚在节目上吐槽自己没闺蜜 朋友都是幼儿园的家长 这段话加上那个咬牙切齿的白眼 应该手动 at 伊能静的闺蜜 配合使用更加绝美哦 伊能静口碑翻车的时候 前夫于成庆是点赞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夸伊能静的情商高 对老公和公婆都很好的 于成庆这时候点赞真的是很耐人寻味了 既挺了前妻又显得自己大度 没有想到大家正脑补于成庆的动机和心思的时候 人家取消点赞了 或许人家就只是吃个瓜手滑罢了 伊能静和于成庆没离婚的时候 他的牵手门被锤死了是出轨的 但是后来他在一些访谈的节目之上 有一只表演节目的狗狗叫做哈雷 人家根本就没说啥 伊能静就做作的把话题往前夫哈林的身上扯 可是当然两人都离婚三年了 狗主人根本就不看娱乐新闻 压根就没听懂 以为导师没听清呢 就很真诚的介绍哈雷名字的含义和由来 伊能静坐在评委席 自顾自的打断了选手说话 说恰巧那几年于成庆和吴莫愁的绯闻正满天飞了 伊能静故意的把吴莫愁拉出来 内涵了一遍 人家是狗狗表演 这是一个脑子正常的人应该说出来的话吗 到了嘉宾互动环节 让狗狗给他送花 伊能静还又阴阳怪态着说 姓哈的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这个刻薄的内涵 那和夸奖前夫的真诚 是一个人的嘴巴里能够说出来的 而伊能静的表演情人格 真的是360度全方位的展示 他无语的疯狂吐槽 王立坤和王志是音乐白痴 怎么教都教不会 然后团队的成绩不好 他就泪眼婆娑的对着镜头说 哦 是我连累他们 音乐人批评他们不够投入 而伊能静就眼泪说来就来了 说我辛辛苦苦拼死拼活 教了他们一上午 你咋能够说我不投入呢 一边哭一边的看看镜头 有没有拍到我 哎呦 可不能白哭呀 一物降一物 出舞台的时候 宁静讲话说的是 如果我们团内有晋级 那么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伊能静说的是 我18岁单飞出专辑 30多年来 还有大批粉丝爱我 好感动哦 他能够激情的讲述 婚姻和爱情不是人生唯一追求 他还能够自我感动式的评判说 只有先有爱情 有家庭 再搞事业才有意义 否则你就会像梅艳芳一样 可悲凄惨 梅艳芳最后没穿婚纱 有遗憾 但是人家最后的结论是 事业让他更加有底气 而且呢 伊能静拉踩的梅艳芳 他还参加过人家的葬礼呢 上节目还夸 梅艳芳对他真的很好 伊能静非常喜欢带别人下场 来衬托他自己 他不像天后王妃 他转不了 但是他能够两面三刀 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 他不喜欢李子柒的那样 躲在大山里边看看柴 但是他看到大山又有莫名的亲切 他和婆婆录节目吃着饭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野外的亲切感 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爬树 婆婆怕他这个裙子不方便 赶紧就拦着他 但是伊能静已经上去了 并且诚挚地邀请秦浩 加入到爬树的行列 他老公不想爬树 只想爬山 秦浩说我年纪大了 我不行我不去 婆婆就说 你跟人家比年纪大 这个伊能静就很爱表演 但是演技又不好 痕迹又很明显 全靠自我陶醉沉迷其中 曾经他老公也是一个 喜欢表达感情的人 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时候 千里迢迢给他人肉 背回来了礼物 可是为啥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了呢 秦浩说 因为再也没有入围过呀 伊能静固引自己的脸 我老公对一只狗 都比对我有耐心 秦浩说 他没你那么话多 伊能静被扫了面子 不死心地杠了起来 说他不说话 那你会娶他吗 秦浩说 他说话也不能娶呀 伊能静以前吐槽秦浩 一堆女孩发给他这个微信 年纪小又不靠谱 他悲从中来 觉得自己感情坎坷 哇就哭了 秦浩说你有病得治啊 伊能静喜欢把自己塑造的 悲天悯人的 在家里有忙不完的事情 给孩子包扎 给孩子按摩 给孩子做饭 每天从早忙到晚 甚至要符合 所有家庭成员的口碑 每一顿饭要做四五样的饭菜 伊能静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全身心铺在家庭 孩子身上的黄脸婆 可是秦浩一句话 就打断了伊能静的 沉浸式的表演说 家里有阿姨 天天这么做 谁受得了 他家不光有阿姨 还有三个阿姨 有专门做饭的 有专门看孩子的 所以他在镜头前的表现域 真的就已经处于了失控状态了 至于想法观念随时可变 全看他那一刻 想在镜头前塑造什么样的形象 他的想法 只不过是拿来利用的工具 哪个有话题 哪个就是他的想法 一需要静静 能不能已经不重要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